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弄越不好 这可能不是在今天你我生活周围有这样的人 在圣经里就有 我要跟你分享大卫 大卫和米甲 大卫和米甲之间就碰到这样的事情 大卫 他很开心 因为约贵回来了 约贵流落在一般很长的时间 而现在回来了 他非常开心 唱歌跳舞 但是米甲从宫里面看到 哎呀 他怎么跳舞跳成那样 他是王 然后他说了一些很刻薄的话 说了一些非常非常挑衅的话 而这些造成他们中间很大的对立 米甲说 哇 你看看你那是什么样子 然后 而他说这些的背后 这些很刻薄的话 他的背后 其实是一个轻视 他瞧不起 瞧不起这个男人 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我常常跟要结婚的人 他们分享到说 如果你看不起对方 或者你看不起对方的家人 还没有结婚 你赶快收手 你千万不要带着一个轻视 进入到婚姻里 因为没有一个人 可以长期忍受 他的另外一半瞧不起他 不管是瞧不起他 或者是瞧不起他的家人 包括 我常常提醒年轻人说 这个回家跟爸妈弄得不愉快 跟哥哥姐姐弄得不愉快 回来以后跟另外一半说 我跟你讲 我气死我妈 我妈真的很糟 当你的另一半 有的时候有情绪 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说 对啊 你们家真的很糟糕 千万不要这样 这样的话 因为其实他们 再怎么弄得不愉快 那是一家人 他是兄弟姊妹 他们是父母儿女 再不愉快 过两天没事了 可是你如果插嘴 在这样的世上 特别是你如果 让对方觉得说 你看不起我妈妈 你还是 你瞧不起我哥 其实这些在婚姻当中 是很大的杀伤力 轻视 米甲说的一些话 其实那些话的背后 反映出来的是 他瞧不起这个男人 他瞧不起这个男人 所以他说的话 是刻薄的 是讽刺的 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 特别在夫妻之间 要拒绝这些 刻薄的讽刺的话 这些的话 所造成的伤害 你说你打人一下 过一阵 他痛完了忘了 但是一句伤人的话 恐怕不是 痛一痛过两天 就没事了 求神帮助我们 得到一个智慧 说话的时候 拒绝刻薄 拒绝讽刺 更拒绝的是一个 轻视 瞧不起别人的心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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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